比较不具备有资料库的概念 所以就需要用到字典 只是说啦 但简单的资料 我们可能会把字典里面的后面资料取出来 再把它转成串列来分析啦 因为毕竟串列大家还是比较习惯一点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有机会再来讲到这些部分 再来就是档案 档案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CSV啦 怎么样存档 其实很简单嘛 开档跟存档都还比较简单 F等于open嘛 然后只是差别一个是R R模式就是读嘛 那写的话 存档还记得吧 那三行 一样F等于open 然后给它一个档名 副档名 然后豆点的话 后面加一个W W就是写 写后面的话 就是再配合一个 产生一个F的档案物件之后 F.write write就是什么 给它写出去的文字 最后记得close 应该有印象嘛 这个我马上写过很多遍吧 比如说 像这边的这个范例好了 那个 有没有 最后我们不是存档 存档的话 其实最后就是这个 有没有 把它存成一个 成绩的一个 这题我们有讲到的 只是说是五月份讲的 可能 就三行 后面其实也会不断出现存档 所以如果你要存CSV 真的是最简单 当然如果你要存成Excel 相对复杂 不过呢 也没那么困难 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 才提到的 如果你假设不是要存CSV 你要存的是这个Excel的话 这个有印象吧 所以相关的程式码 至少我觉得最好你把它做个笔记 这边也是存成CSV 所以你会发现存CSV就简单 一个档名加上副档名 然后后面是W模式 如果啦 这种比较常用的 我建议你自己做个笔记 如果你习惯纸本 你就写纸本 如果你不习惯写纸本 这样我是说放云端 放云端也是一个好方 因为将来我手机一打开 会可以看到云端上的东西 当然每个 你要一定要自己去套东西 就是不要强记在脑袋 因为脑袋一定记不起来 尤其年纪越大越记不起来 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 所以你想要记一个 有点像keyword或者索引值 然后你知道在哪边可以找到就好了 OK 像我现在都有习惯 反正我说的东西 都是写在一个memo里面 像账号密码这些了 但是也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不可能全部能看到那完蛋了 甚至的话 我甚至还有长了memo给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又怕忘记啊 而且我常常在我的那个 党案里面常常看到 有一个党名叫做 给未来的我 后来我发现 对我就是未来的我 因为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把他打开 发现原来过去的我 告诉我未来的我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忘记 你不要觉得很好笑 真的打开说 对我忘了 我都忘了我写过这东西 很蛮有帮助的 突然间我memo一下 这灵感其实来自于有一部电影 有一部电影就是说 有一个好像大学教授的一个女生 他就是突然被诊断出 他得了那个什么 阿兹海默症 对 然后呢 他就慢慢 他刚开始还ok 可是慢慢 越来越不知道自己 前一天 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做什么 所以他就自己会写一个memo 给隔一天的 未来的那一天的我 那个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要做什么做什么 ok 当然最后结果是悲剧的 不过我觉得 这倒让我觉得说 对 未来不是说 你好像永远都会像 年轻的时候 记忆力这么好 那你用的方法 可能也不能像以前那种 年轻时候的学习方法 什么都记得起来 现在什么都 也不是什么都记不起来 记得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 可是至少理解能力是ok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开头 我后面应该就知道 该怎么做 只是做的方法不太一样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说 我们上个礼拜 重点 就是因为要能够 Python里面要能够处理 那个什么 就是Excel档案的 读跟写这件事情 其实可以的那个模组很多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就是Open PyExcel 这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的话该怎么 就是如果我不想存 CSV 如果要存Excel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不过你可能会面临到 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电脑里面没有安装 这个东西 外挂 其实你白话意思是叫外挂 它叫做 什么 它叫做 拍 就是外部的一个 一个 一个模组 ok 那只是说 这个模组不见得 全部都预设 已经帮你装到Python 它有点像 你需要的是 再把它挂上去就对了 你不需要的话 其实甚至可以把它 把它什么 把它解 解除掉 那所以呢 上一次重点 如何安装 那安装 我有教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PIP Install 那这个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电脑里面 可能不只安装一个Python的版本 可能有Anaconda 或者是说 Python可能有好几个版本 你可能装好 那它有可能会因为这样 关系 装到你预设的那一个 那预设可能还要再看一下环境变数 因为环境变数里面 就会有指定 你的路径在哪里 应该知道这东西吧 不知道没关系 如果你不会 用PipInstall 到正确的 那后来 我有教各位第二个方法 就是直接强迫它 一定要安装到 你现在的那个路径 那路径的话 记得 一定要用什么 用这个 比如我到低碟 的这个 384 就从这个路径 点一下 打个cmd Enter 那直接就在这边打什么 开头一定要是打一个Python 有没有 然后 空一个1-m 就是我强势安装到 哪里呢 这个路径底下 也就指的 这个Python 你不要给我装到别的地方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Pip Install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OpenPyExit OK 因为我有装过啦 这个我就不再打 这很重要 因为以后 前面的这几个字都一样 后面的这个模组名称不一样 那就会安装 其他的 其他的模组 OK 所以未来有很多机会 会需要安装 其他的模组 方法都一样 这个可能要把它记一下 因为Python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拥有 像官网至少三十几万个 外部的模组 OK 所以你一个模组 等于就是一个解决方案 像那OpenPyExit 它可以读写 然后可以删除修改 等等的都可以 你看一个模组 就可以做这么多 三十几万个 所以可想而知 反正你想得到的啦 其实人家都已经做了啦 所以如果人家都做了 而且做得相当好 你何必 你第一个 你也不一定比人家聪明 第二个你也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所以你应该做的是 知道有哪一些 第一个 第二个 知道该怎么做 那这样不就可以拿人家的现成的 就解决问题了吗 比如说AI好了 你现在如果要建一个AI的模型 你会比人家厉害吗 对不对 人家都有现成的 你早不如知道说AI 我要怎么建模 建模之后 我要怎么让它去帮我做学习 怎么做机器学习 怎么做深度学习 那你应该知道 比如说你从头做啦 人家都有了 干嘛 你一定不可能做得比CHGP还厉害 对 所以人家已经有现成的 你就拿来用 这导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好 所以上次还记得吧 那关键就在这里 有没有 先把它input的进来 所以呢 我们input的一定是 把这个模组先抓进来 然后再抓它里面的叫工作簿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底下的一个函数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 把它引用进来之后的话 透过这个叫Webbook物件 产生一个 指定一个工作表 所以前面会有一个工作表物件 那最关键的就是说 有没有 有点类似你可以想象 有点像打开Excel 打开Excel 你第一个看到一定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训持物件 OK 那Active指的是说 预设哪一个 就第一个 可是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打开之后 我好几个工作表 我要指定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可以在后面点 WB就是 那个工作簿就Excel 点 等于后面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哪一个worksheet 然后中瓜胡 给他名称就好了 你可以指定哦 后面会讲 OK Active是预设哪一个 那如果你要把资料写进去的话 记得 就是Append Append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类似像那个list一样 Append 那Append就是写一列进去